Hello大家好 相信看過賭盒的觀眾都會記得 侯蔡欣借了20元給刀仔 最後呢 就給刀仔贏到2500萬 現在現實生活中 又有沒有可能 現實就沒有電影橋段那麼誇張 若然想一下賭錢 來賭到財務自由 除了要找到市場優勢之外 資金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而當中的海里公式 Carrie Criterion 可以說是一條夢幻的算式 一條令到本金成長得又快又多的投注策略 到底什麼是海里公式呢 海里公式和價值投注又有什麼關係 和賭球又有什麼關係 不想再受水魚的你 就記得看完整集 我們的channel投資理通這個頻道 主要會分享各種投資理財和家裡知識 有興趣的觀眾不妨訂閱我們 介紹給朋友 等大家一起進步 事不宜遲去片 我們下期見 事敢的 話說海里公式是由貝爾實驗室科學家John Kelly 在1956年發表的 透過賠率和勝率 就可以計算到每次投注的最佳比例 從而得到最大的長期收益 資訊欄也有海里公式的參考資料 第一句說完 其實就是贏谷輸縮 投注公式就可以參考這個圖 最左邊的就是投注比例 而B就是投注可以得到的賠率 記住是不含本金的 而P就是勝率 而Q就是落敗率 也就是1-P 只要知道賠率和勝率 就可以計算到投注的最佳比例是多少 以最經典的紮工字遊戲為例 假設紮工或者字的機會率 都是1.2 而紮工和字都是1-2 運用海里公式就可以計算到投注比例是0 就代表叫你不要買 原因很簡單 就是不值得買 既然EV是0 又買來做什麼呢 但依然換了角度 今次的賠率不變 但原來的硬幣是有偏差的 平均開工的機會是52% 所以買工的選項就是最好的選擇 咦 但每一注又應該買多少呢 在這個時候海里公式就大派漢場了 海里公式就建議我們每次投入4%的本金去參與這個遊戲 那場玩下去就會穩定獲利 有沒有那麼容易啊 嗯 實例就當然是武澤公子那麼簡單 其就其在 Kelly本人對賭是沒有興趣的 不過有一位麻省理工的數學家 Edward Trow 就將它發揚光大 將海里公式和算牌配合 應用在21點上 就在這個賭場上 賺到風生水氣了 將自身的經歷寫成這本 Beat the Dealer 旗客還轉戰華爾街做基金經理 而馬場賭神Bill Banter 也在1987年起 就用這條公式 透過計算公眾的賠率 和團隊計的偏差 在香港賭馬去贏大錢 Bill Banter的論文頁面也提到 海里公式是平衡風險和回報的答案 我們舉個例子 以這場法國對摩洛哥為例 法國贏就一賠1.45 打和就一賠3.5 摩洛哥贏就一賠6.5 換個角度 經賠率換算之後 有六成人倒法國會贏 兩成半就認為會打和 而一成半就覺得摩洛哥會贏 如果我們覺得摩洛哥贏面沒有實質那麼低 有兩成機會贏的話 海里公式會叫你投注5.5%的本金 去摩洛哥 但如果又怕打和 那可以怎樣做呢 進階少少的投注者 就可以利用Dutching 去買和波和摩洛哥贏 由於預計性率是50% Dutching的賠率是2.275倍 用海里公式計算完之後 就會叫你投注大概11%的本金 按分比例去買和和摩洛哥贏 在剛剛的例子 就見到 若然要用海里公式去贏錢 我們就要做到價值投注Value Batting 它的唯一要決就是要判斷勝率的準確性 意思其實就跟價值投資一樣 其實都只是做直博的投注 就即是賽過的機會率要大過賠率 所反應的機會率 才會出擊 若然你長期可以做到這件事的話 恭喜你 長期來說 你就可以靠賭來賺錢 建立更準確的所有模型 或者利用一些內幕的資訊 也是找出價值投注的好方法 如果投注者比公眾看得更準 他就可以藉此來獲利 價值投注的重點 就在於 長期投注 就像之前的雜工資 有明顯的優勢 投注者 都有48%的機會會輸 所以 資金管理策略就非常重要 投注過多的本金 就隨時會Total Loss 雖然海里公式 被譽為賭神公式 但其實它都有不少缺點 第一就是 本金的波動性問題 始終海里公式也是一條算式 作為投注者 我們知道輸贏 都是賭博的一部分 明知會有贏 有輸 起起落落 心明白 贏多輸少就可以贏的道理 但如何克服輸錢的心理 在這個波動中生存 就是為了長期賺錢而付出的代價 在途中 顯示了 模擬運用海里公式的情況 我們知道本金會跌 都只是會短期之內發生 如果運行的時間越長 就一定會V彈上來 但要多久? 3年? 5年? 10年? 這就是 理論的預期 和實際實現之間的差異 在現實生活中 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 事件什麼時候見底 當我們連續輸的時候 可能會因為一時的不幸 或是市場的趨勢 投注策略等等發生了變化 消除了市場的優勢 而這種不確定性 會令我們很容易做錯決定 減少波動性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減少賭注 從長遠來看 雖然會賺少錢 但會不會這麼害怕 買都買得安心多了 Bill Banner 也建議 用Fational Kelly 來降低這個波動性 第二 就需要精準計算到勝率 勝率差1% 差多遠 也只不過是每100場 贏到一場 但無論我們有多敏銳 都會計算某些因素 如果你知道市場上 其他人都知道 你的bet 就不會和你遇上中一樣 那麼有利 例如你打波卡 捉到人偷雞 捉到他假裝有大牌 但若然同場有另一位玩家 都發現到這個優勢 你的優勢 就自然大大縮小了 所以不理開你公司的波動性 用Fational Kelly 都可以防止我們高估了自己的市場優勢 因為這個公司 是根據我們的優勢來下注的 而不是我們認為自己有的優勢 所以如果我們認為自身的優勢 是10% 意味著我們的優勢 可能只有5% 或者2% 我們理應縮減這個注碼 去減低錯股形勢的風險 下圖反映了一個真實的情況 當我們認為自己在用海里公司的時候 就像這條橙色線 是一個理想的情況 期望就有Exponential式的增長 但實際 會因為錯股的優勢而買大了一倍 結果就像紅色線一樣 一無所獲 但通過保守地下注 實際上就錯了錯著了 因應實質的優勢而去下注完全正確的投注比例 所以 Fractional carry 除了減少波動之外 還可以幫助我們避免上投賣大了 令到本金成長可以更加平穩 而最後就是沒有考慮實際情況 之所以為什麼經常的盈提錢要叫人cash out 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mental cap 當你每一次的投注額越大 心靈壓力就會越大 例如是你平時駕開日本車 突然之間叫你駕開快利 當然你駕到手都震了 但如果你是富二代 當然就像紫華神所說 一千幾百魷魚垃圾 所以沒有心理準備 就會很容易輸下去 cash out 就可以令到投資者慢慢打大 慢慢建立到信心 當接受到金額的時候 就自然得心應手 而可利公式 也忽視了投注所需要的成本 例如是團隊人工 電費 設備費等等 自然本金的增長幅度 就沒有理論上那麼快 結論 從來都沒有一條公式 是可以做到必勝的 其實講來講去 重點都是在於 有沒有正的EV 可利公式 只不過是好的裝備 讓你可以在一個具優勢的情況下 建議一個最好的投注比例 讓你去買 從而去重複買 重複贏 最後才可以靠賭去長期獲利 如果本身的買法是負EV 就真的賭神都幫不了你 喜歡這條片的觀眾 或者有其他問題 歡迎在下面評論區留言 和大家分享 祝大家投資旅途愉快 記住 在投資路上 比明不孤單 另外 也提提大家 我們全新的 動物愛籃球Stickers 也已經上架了 大家快點下載來用吧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定期出片 然後不要忘記 幫我們like這條片 在下面留下comment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和更新了 數一數這個KR Code 都可以找到我們頻道的IG和Facebook 上面會有不同的資訊提供給大家 財報消息 即時新聞消息 還有菜單 不想錯過的 大家就記得follow我們啦 投資一里通 理財很輕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